全球电影人瞩目的威尼斯音展近日盛大举行 今年台湾成绩亮眼 多达17部作品入围入选 创下历年来最佳记录 包括两部文字院国际合作投资专案计划 投资的跨国合制作品 入围音展竞赛单元 其中以战争为背景 横跨摩洛哥 法国 台湾三地拍摄的《为了国家》 首映会上观众如雷的掌声 显见电影 颇受好评 国际合作投资计划 就是希望让更多不同的talent 来跟国外的人才合作 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在台湾 一个比较稍微小的产业圈 更能够开阔 让大家知道一些不同的合作机会 然后不同的交流方式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往后在创作也好 或是在思考要自己做的计划也好 也都会有更开阔的事业 为了国家阿尔及利亚裔法级导演哈米表示 台湾与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和解职的历史上有共鸣 都面临论头问题 因此它与台湾格外亲近 台湾也很积极推动和外国合制合拍电影 台湾来讲 我觉得我们现阶段刚是一个起步在做合制合拍 那当然需要更多的我觉得电影圈 影剧圈的人才都一起起来加入这个团队 不管是在语言的训练 甚至是说跟不同系统合作的这个接受度 那以及硬体的提升等等 后期环境的提升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慢慢一步一脚印去做到的事情 而另一部由阿尔及利亚法国和台湾合制的长片 The Last Queen则入围威尼斯日单元 讲述阿国十六世纪在西班牙占领又解放下 往后生命挣扎与政治抵抗的故事 身兼导演和女主角的班迪梅拉说 台湾的优势是品质专业与投资 The Last Queen 台湾制片与特效制作人表示 台湾人才具有包容性 能尊重与理解不同文化 让双方沟通倾听更为顺畅 文策院的这项计划 让台湾的基层人员和主创 可以直接和国际优秀人才交流 他觉得他们就是正缺乏一个 就是非常有组织的团队 来进行最后这一礼物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就符合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岛内 已经做了无数次的练习 这次印证了其实我们是做得到的 而与威尼斯音展同时举办的 威尼斯市场展也是活动焦点 今年台湾首次获邀 与法国并列为市场展主题国 以台湾In Focus为口号 推广台湾丰沛的创作能量 比赛广计划 是